驚喜唐可敬DMET邀民共賞 媽媽好神之俗女家務事 對 我又有一個案子是這樣 就是說 一個小孩 他從小的時候 他父母離異 那父母離異的原因是 爸爸在外面有小三 所以說這個小朋友男生呢 就是跟著媽媽在外面生活 那這個小男生 他念書很用功 很爭氣 然後就是念 那個國立大學的 碩士 博士都拿到 然後進外商工作 那爸爸呢 其實不是不愛這個小孩 他只是愛小三多一點點 所以說在小孩的成長過程裡面 爸爸也是不斷地 都會跟小孩聯絡 那這個小孩其實 長大之後滿成才 滿爭氣的 就進到外商公司工作 那工作一陣子之後呢 媽媽因為生病 媽媽就過世 媽媽過世之後呢 有一天 他就接到爸爸的電話 他說 兒子啊 這個你現在也沒結婚 你一個人住房子那麼大 好想這樣也空虛 那這個我們父子重逢 我們一起住好不好 就聽起來沒什麼問題 對啊 這爸爸後面 感覺滿好的 又再婚了 所以說再婚 還有另外一個新媽媽 那就是他的 也要一起來住喔 就一起來住 就一家子要過來 對 就一家子 那有點不太好 所以但是 就是跟爸爸之間的這個感情 因為他就覺得 就再怎麼樣 你是我爸爸 對吧 還是眾親情 爸爸又開口了 所以說他就 那爸爸我們就一起來住這樣 然後但是所有開銷 全部都是這個兒子來住 包含爸爸後來重病了 然後需要看護 所有的醫藥費啦 然後生活費 甚至一些保養品的錢 都是這個兒子來住 結果這個繼母呢 他沒有去幫忙是算的 他太胖 太胖 想一堆有的沒有瞑目 跟這個兒子來挖錢 他說這個爸爸 那個平常就是很喜歡 去參加什麼法會 要幫爸爸捐獻等等的 都到處去捐錢 他兒子的錢去捐這樣 甚至有一次喔 有一次就是 那個爸爸其實已經 病得滿重 他已經都出門 都是在坐輪椅 然後就是不太能夠動 那個繼母就說 那個我看那個外面 有那個郵輪的方案 很好耶 其實就是那個媽媽 想要去 想去 然後結果呢 這個跟兒子 凹這個錢 然後就是 爸爸的錢也出 然後這所有花費全部都兒子出 然後那個照片就是很有趣 就是就推著爸爸在外面 只是曬太陽這樣子 然後都是媽媽在玩 那結果呢 這個相安無事 反正這個只是錢 可以解決的事情都OK 那結果相安無事 過了一陣子 這個爸爸就 畢竟老了 器官衰竭後來就走了 那現在那個房子裡面 就有去了 這個房子裡面 就是剩下 他跟一個 完全沒有血液關係的繼母 對 所以說這一個小孩 就跟這個繼母說 謝謝你 這些年來還照顧爸爸 對 那接下來我有成家立業的打算 所以說這一塊 可能你要另外找房子 對 然後那繼母 翻臉 他說 這個房子 雖然是登記在你的名下 但是呢 這房子生前 是用爸爸的錢買的 我既然是你爸爸的那個配偶 分一半應該也是不為過吧 結果呢 因為這樣子呢 這一個繼母就去法院 去告這個兒子說 要訪還房子 他實在是沒辦法接受 上房子 還住在一起 然後一起上法院 沒有...後來 後來就媽媽就分開了 就搬走了 如果住在一起 一起上法院 還可以省一趟計程車 這樣嗎 應該是繼母會說 妳要去 我就搭妳的便車 這樣妳也不願意嗎 還好吧 不是有位子嗎 可是在家庭當中 確實常常就是會有這種狀況 對 大家都會覺得說 就一家人 幫點忙有什麼關係 所以像欣怡 其實整個家講起來 也算妳在打點前前後後吧 那大家也知道 我其實很早結婚嘛 所以基本上 我很早結婚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 我自己娘家的事情 就顧不太大 然後之前有一陣子 就是家裡有長輩 真的生病了 然後那個生病是 妳說妳娘家那邊 對 有失智的 那那陣子 其實我自己的狀態 真的就是左肢右處 為什麼 因為其他人都有正常 朝九晚五的工作 沒有辦法白天 就是公司的假 也沒有那麼好安排 對 沒有辦法這樣一直請 所以他們就變成說 他們晚班 下班以後來照顧 那我就直白一班 白天 對 那我就早一點 把小孩送上學去 然後就去照顧長輩 那如果我自己有事情的話 就要請就是代班 就是聯絡什麼什麼親戚 可不可以過來支援一下這樣 然後晚上回家呢 一樣做飯嘛 把小孩哄睡 然後哄睡完以後 再陪老公看一下電視什麼之類 然後我再去把家裡 白天沒打掃的打掃乾淨 對 該洗的便當 對 衣服 那其實那一陣子 不只我自己身體狀況不好 包括我們家小朋友 大的每天拉肚子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再吃那些餅乾啊 什麼雜物 不聽 有時候小朋友就喜歡貪吃 對 然後小的人就每天就 揉鼻子 弄眼睛 揉眼睛 然後我就想說 他們這樣是怎麼回事 一直一直就是這樣揉 然後一天到晚身體出狀況 然後就被念說 這樣小朋友怎麼辦 每天都出狀況也不對吧 你是不是想想辦法怎麼辦 是不是 媽媽太忙 打掃不乾淨 所以就開始做了 對 然後媽媽太忙 所以菜沒洗乾淨 吃了就落曬 你不是我說的 然後我自己就覺得自責 想說好像是因為我真的忽略他們 然後會有這種情況 後來結果有一次 大家在家族聚會聊天的時候 剛好修就跟我講說 我覺得你們家小朋友這種 修是你姐夫對不對 修解凱姐夫 對 然後結果他就說 其實他滿推薦一個抑生菌的 然後說你要不要試試看 然後我就給小朋友試 這個抑生菌很厲害 它兩個小綠原標榜都有 什麼小綠原標榜就是 輔助調整過敏體質功能 還有腸胃道改善功能 就是在這兩個方面 它都是有認證的 所以我覺得它有 這兩項專利的菌書 還有兩項機能好菌 我覺得就是很值得信賴 可以幫身體補充好菌 那當然就可以增強我們的抑生菌 因為醫生菌 其實選擇很多嘛 所以大家都會要吃進身體裡 尤其是如果是小朋友可以吃的 我相信父母就在挑選上面 就會更注意就是這些 檢驗藥合格 然後還有它裡面的菌種等等的 對 只有兩個小綠原算很厲害 對 而且它還有 SNQ國家品質標障安全認證 這都是就是不能騙人 也不能造假 還有SGS的認證 所以我覺得就是 挑產品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這個我就覺得 其實很安心 而且因為姐夫也在吃嘛 然後姐夫的小孩也吃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放心 因為前面已經有人在吃 對 然後重點是 你知道有些抑生菌 就是常溫保存 可是它這個是從製成到生產 到消費者手上 它都是 全程低溫配送的 全程低溫喔 低溫配送的話 這麼特別 對 它就保證我們 吃到活菌素是不會減少的 其實這個我有用耶 真的喔 我收到的時候 也是就是整個都是冰好好的 然後 對 我覺得它還滿厲害 是它的超級 所以表示它的活菌素 很多都是活菌 所以我們平常是 要收在冰箱裡面嗎 對 要冰著比較好 然後它的那個腸味道改善的部分 我們家是吃得滿有感的 對 真的喔 我覺得很不錯的是因為 像因為現在是換季嘛 所以其實過敏真的很不俗 像我自己也有過敏 然後我們家弟弟也是有過敏 所以基本上 台灣的過敏也超多的啊 超多的 因為台灣可能就比較潮濕 所以塵蠻什麼過敏也有很多 可是我自己的感覺是 小朋友跟我自己 吃完一陣子之後 我明顯的感覺到 他的揉眼睛的情況 沒有那麼嚴重 然後鼻子也不會一直 包括我自己起來 早上 晚上都會 就是一直覺得天氣很涼的時候 就很容易過敏 那我自己就是早上空腹的時候吃 還有晚上空腹的時候吃 所以我覺得就是還滿好 因為我們自己都知道說 小朋友 你除了讓他們運動量夠 對 飲食要均衡之外 當然就是要補充好菌 而且我覺得它聞起來 有一點那個養樂多的香味 對 然後小朋友會搶就吃 然後小朋友很愛 不是 因為它是粉啊 所以如果我們給小朋友吃的話 你怎麼餵 是直接這樣吃還是 像我會給他們配開水 然後也會給他們配果汁 或牛奶都可以 直接拌在裡面也可以 其實這樣吃其實是OK 我沒有加水 我有覺得嘴巴裡面那個味道 是舒服的 而且你會想要 還想帶吃麵包 對 而且這個全家都可以吃 不管是孕婦 老人家 小孩 成人都可以吃 就全家大小都可以吃 基本上全家顧得到 就是平常啊 我覺得我們真的很忙 然後有時候疏於照顧自己 有時候不只是家人 有時候還會疏於照顧自己 所以有時候這些健康的食品 該照顧的地方 對 真的要多吃一點 那我想問一下海苔熊 我們這個該吃吃了 該補的也補了 但面對親情愛情裡面的 人肉提款機 我們該怎麼樣來應對跟溝通呢 其實心理學寫相關的書很多 我就是用比較方便的方式 幫大家寄送給大家三首歌 一首是那個 謝金燕姐姐的 跳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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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邏輯呢 就是他們 他們無論跟你要求什麼 然後說你比較方便 也有一個位置啊 有它就是沒關係啦 一起嘛 你就說 然後可是做不做呢 就不做 不做 喔完然後不做 對 或是我知道了 喔 我知道 就重複講一樣的話 然後他大概跟你講個三四次之後 他就會去找下一個工具人了 然後他覺得你這個人無法多好 這個工具人的效率很差 對 就是 我們都沒有結構啦 要二十萬的時候就說 喔 好喔 然後就不做這樣 嘴巴都說好對不對 對 你就重複講一樣的話 但不要做任何事 OK 好 那第二首歌我們稱作 想像一隻壁虎 然後貼在牆上 然後看這個世界 有兩個人在 兩個傻瓜在那邊互相爭奪說 來幫我幫忙 好啦 然後你感覺一下 你就抽遠一點的視角 去看說 如果你是這個當事人 你會怎麼做 然後你就不會陷在那個情緒裡面 就說我好像一定要做什麼 所以用壁虎的觀點 來看你這件事 那第三個就是 那個梁靜茹的會呼吸的痛 哇 對 為什麼要會呼吸的痛呢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被當工具人 是我們會沒有感覺到痛 我不覺得這件事情 會有怎樣 覺得也還好嗎 就是透過呼吸 然後感覺到說 好像他這樣做 其實我的錢會痛耶 其實我花的這些心思會痛耶 對 先感覺到像那個痛 然後你就比較容易 其實講聽話 講到凌晨兩點 喉嚨也是會痛的 對啊 對不對 人家也是都燒瞎了 對 其實我覺得 今天大家一整天的分享 在生活當中 我覺得要完全沒有當 工具人的機率 其實是不可能 但是說這個工具人 你當的是不是心甘情願 他有沒有踩到你的底線 那我覺得是自己 要去評估的一個條件 對 我覺得我們多 當然多有一點能力的時候 都要為親人家人付出 是OK的 但是要開心作感完修 就不要邊做邊洗洗了 這樣這心裡就不開心 對 不過今天淑女 非常樂意當觀眾朋友的工具人 是的 如果你也想要跟我們這樣子 健康快樂的話 當然就可以到我們的 淑女家務室的粉絲專業 在臉書上面跟我們互動 就有機會得到 益神俊的好禮 沒錯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 給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室 跟上潮流社會室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室 還有時尚這檔室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室 趕快來訂閱